工人将硬币大小的铝片倒进一个滚筒内 再撒上硬汁酸心润滑粉 这是制作包装软管的第一步 然后启动机器让滚筒旋转 使润滑粉能均匀地覆盖在铝片表面 接着铝片进入一个旋转的绒槽内 铝片会通过第一步的通道 被送进一台成型冲压机 在冲压几只的过程中 每块铝片会不断移动到冲木上面 将其冲压成还有颈部的包装软管的外形 同时一个新轴让内部成型 这个过程会使金属硬化 后面会借助家人来进行校正 这台机器每分钟能处理150块铝片 其中包装软管最斜的地方只有一厘米 而长度可达22厘米 即使机器利用压缩空气排列包装软管 使其有序地进行下一步处理 随后修整机上的两个同步的滚温 会在管颈上切出螺纹 再用固定的刀片将管颈的顶端切掉 使表面变得光滑 在消费者戳破管颈之前 大部分的包装软管都会保持逆风状态 往里面注入产品后 就会卷起另一端来进行密封 在经过加热程序式金属软化后 包装软管被送到另一台机器 在这里喷嘴会在其内部喷上两层环氧树之漆 这样铝片和产品之间就能形成一道保护层 接下来上漆滚筒会在包装软管的表面 涂上一层锯纸瓷漆 这种干性漆具有很好的韧性 能抵御绝大多数的容积以及日晒危害 然后机械握爪将包装软管排放到长销上 它们会被运送至烤炉烘烤7分钟 是7料扁干 接着将包装软管送到印刷机 它们会贴着印刷板旋转一整圈 印刷板会印上彩色图像和产品信息 再将包装软管重新送回烤炉来烘干油木 之后另一台机器将塑料盖拧到管井上 这些盖子大部分都有尖顶 用来刺穿密封的管井 下一台机器的喷嘴 会在没有密封的包装软管内部喷上乳胶 乳胶就如同密封点 当注入产品后 会在折叠一端的时候将包装软管密封起来 接着以300个包装软管为一箱进行包装 工人会检查每一根包装软管的内部 确保其内部没有任何缺陷或碎片 然后在没有密封的一端放上一张粘纸 避免在运输途中扭曲变形 最后给包装箱贴上信息标签 它们就可以运送到客户手中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下期还想看什么的制造过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